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他总有什么事都不和我沟通 总是在背后做手脚 这让我很无难 我只是在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已 有些事明明是他做得很过分 他却来怪我 我越来越觉得和他在一起很可怕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又会在我背后给我下套 我尝试过和他沟通 但却已吵架结束 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再沟通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张22岁来自辽宁学生 女嘉宾小鱼22岁来自山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大学同学 对 今天谁要来 今天是我要来的 我们俩人吧 真是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然后他就跟哑巴似的 然后每次就是有事吧 他就跟什么似的 他就跟哑巴似的 基本就是每次有事的时候都不跟我说 就是总是自己背后 背后就做了 我下一天小伴子 让我就是特别恐慌 突然很怕 你们俩是恋人是吗 对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像描述敌人一样 他是一个无声的刺客 老给我下套 有这么严重吗 有过这么一回事吧 有过这么一回事 大学的时候我参加过社团嘛 就是篮球社的社团 然后他就是背后的时候就是经常 跟我四周朋友说我 说我就是得了心脏病 就是跟我说一些谣言 你说他心脏病啊 对 为什么呀 就那会儿他脚受伤了 然后就 不是脚受伤跟心脏有什么关系 就我就想夸大一下事实 不想让他继续再打篮球 我是心疼他 然后就不想让他继续再打下去 对呀 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当时不是脚扭伤了 特别严重 他脚扭伤就告诉他 他脚扭了不就完了吗 刚扭伤没多长时间 然后他就去参加比赛 然后我劝了他好长时间 他都不停 所以你就跟别人说 他得了心脏病 对 我就觉得他不在意我的感受 那你也不能说他得了心脏病啊 他话是挺少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我不是参加篮球社团吗 篮球社团 然后篮球社基本就是平常眼训续练 组织组织一些活动 挺长时间没训练了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最近就是我的篮球活动 然后边少了 基本就没有了 然后当时我就 行的给教练打了电话 问一下怎么回事 教练跟我说的是 听说你有心脏病了 然后这段时间 然后我们正好找了个新学员 然后就是先把你这个位置 给你顶替一下 然后为啥就是你有心脏病 为啥不和我们说呢 然后你要说中间发生点意外的话 然后我们也担忆不起 当时我就纳闷了 我说我什么时候得心脏病了 后来我就仔细问了教练 教练才跟我说的是 我女朋友跟我说的 当时我就跟教练他们解释 我说我们没得病 然后他们就谁都不信 他说你别瞒我们了 直到你爱打球了 但是身体重要 然后我说我真没得 不行的话 咱就去体检 去做一下检查看一下 我说真没得 我记得好长时间才解释清楚的 这图什么呀 就是不想让他打篮球 为啥不想让他 你喜欢打篮球是吗 对我特别喜欢打篮球 那为什么呢 我就是从他的身体方面考虑 他当时不是脚扭伤了 然后就 不是你要是就是为了我身体考虑的话 你还不能说我得心脏病啊 那你不是也没得心脏病吗 行吧 这不是个重点啊 类似的事他做过很多吗 很多 不止一见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 就是来这么旅游吧 就是因为他 差点让我那个朋友 就去街头 然后就大晚上没地址住 你说事好不好 别说结果 说过程 就是我一个发小吧 关系特别好 跟我打电话 说过来就玩 然后我就提前给他 预订了酒店了 我说到时候你过来就行了 然后过了时间都过来了 过来之后呢 我们出去玩嘛 逛街 然后吃了两顿饭 然后到晚上 我就带他直接去酒店办住宿 到那边之后 然后前台跟我说的是 房满了 说就是之前预订的那个房间 已经被取消了 不是 你不是预订了吗 对 我现在正在纳闷呢 我说我已经预订了 就是谁给我取消了 我又没取消吧 我现在我就说 我查一下订单吧 然后我看一下订单 我看一下时间 我一想 我知道谁 白白是他 说他没别人 你怎么判断就是他的呢 因为也就是他能碰我手机吧 其他人基本就是很少很少能 是拿你的手机取消的定格 对 拿我手机取消的 确实不是你误操作 对 这事是你干的吗 是 那你干嘛呢 这次也是为他好 这次不是 就是当时前几天都已经说好了 说那天 我俩一起看电影 逛街吃饭的 结果他没有陪我 他却陪了他发小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然后一气之下 就给他那个订单取消了 不是你这算恶意吗 是这意思不 有点吧 就一气之下 不是你要这样一气之下了 我完全想想 一个小姑娘 从大老远过来 过来 然后之后呢 大晚上的 不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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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知道一气之下的 那个 我陷入到 我觉得发小就是 是一小姑娘啊 对啊 从小玩到大嘛 青梅竹马 然后就是 那你 你 你确定是青梅竹马啊 从小就是从 那咱们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就跟那青梅竹马过去 这孩子 你没带着女朋友 跟你的发小一起啊 没有 当时他还没说什么 不是你为什么不带着呢 女生陪女生更方便吗 我也没想那么多吧 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 毕竟我感觉就是 就是楚东朋友关系 没什么 行 两件事合在一起 看出点端倪了 还干过什么事对你 小伴子 就是 我也就是喜欢出去旅游 四处走一走 出去玩 玩认识了一些旅友 一些朋友之类的 然后平常没事 我们就唠唠嗑 然后我跟他一起出去吃饭嘛 吃饭 然后我就把手机放桌上 我也没在意什么 然后我就出去一趟 然后等我回来说 我就看到我那个旅游群 没了 取得好友也没了 我直接当时就问他了 我说 我好友怎么没了 然后他就 这只物物也不跟我说 我行 我看手机 我翻一翻吧 然后突然有个好友 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吧 他跟我说 你跟咱群里那些旅游 你都说了什么呀 不是说了什么呀 哎呀 急死我了 说的是我们那个 所有的旅游就这 不检检 我干正经事 当时我就问他 这是不是你说的 然后他直伍物也不说话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你呗 是 你这次是为什么呀 就是我觉得我俩之间不是 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在一起吃饭了 然后就想让他多关注关注我 那你说呀 你跟人说那干嘛呀 但我就不善于表达 我不喜欢跟他说 我就 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跟他说 你别给他捣乱呐 你是想引起他对你的注意是吗 对 我想让他多关注我一点 哦 那你就说 你看我 别老跟他们聊了 不就行了吗 但是 我 我的性格比较内向 就这些话 我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 你给他发微信呢 别跟他们聊了 你跟我聊微信行吗 这不就行了吗 求得他的关注是吧 对 行 你当时怎么喜欢上这姑娘的呀 就是学生会 我这个一个那个聚餐嘛 然后我俩找找做一块 然后我俩就是 我跟他也落客 就是 落客落落 也叫投合嘛 投合 然后就互相加微信 他都不说话 你怎么跟他投合的呀 就是他不找话题 我就主动往话题员找 然后互相加好友 然后慢慢 然后慢慢我俩就是 出了 哦 就过去追你的时候 他还行 对 追到之后就冷漠你了 是这意思吧 是 所以你才会这样 这姑娘还为你干过什么事啊 反正做的事还不值一些 哎呦 就是我爱那个健身 哎呀 你的爱好真是广泛 你知道吗 爱健身 就是曾经我带着他去过 我俩一起办了健身卡 啊 然后我想在想去的时候 然后我要找我那健身卡 他背后就是偷偷地把那健身卡 我掰蛇了 为什么 就是当时他不是请了个女私教 然后再给他做拉车 然后感觉那个 些微动作举止什么的都可亲密 然后我就接受不了 不是 那你跟他说呀 就我不善于表达呀 这跟善于表达不表达没关系啊 那一气之下就想不了那么多 哦 你就给他绝了 对 绝了也还能去啊 拿着半截卡不就去了吗 你看就是我的卡呀 对不对 不是 这本人就是这事 他有什么事 他可以跟我说呀 他掰我健身卡干什么 而且我不说别的 如果是现在的掰健身卡 他要我再往后点 他掰我身份证 然后再往大点说 然后过了时间 然后再把我房子拆了 你说你让我咋办 你试图跟他沟通过吗 也有沟通过 也有 对 沟通的好吗 不好 就我俩意见不合 越吵越凶 不是 你们俩是怎么坚持 谈了这么久恋爱的 就不停在吵 和好冷战什么的 我现在我就不理解的是 如果他就是 遇到一些事 他可以跟我商量 跟我去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现在就是 不愿意跟我 直接面对那些问题 你看你承认 他是一个不善于沟通的人 是吧 对 你有想过 为什么他阻止你去打篮球吗 没有 没有时间陪他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把你订的房 退了吗 因为你跟其他的女生 在逛街 你没想过 为什么他捐你的健身卡吗 因为他吃醋了 我说的对吗 对 哎呀 那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好的 我也比较好奇 你们俩平常谈恋爱 都怎么个谈法呢 你这么惜自如今的一个人 就是当时刚好的时候 他就对我特别好 然后能经常就是 就在微信上聊天什么的 我说你去忙吧 他就说没什么事 你们俩聊都是在微信上聊啊 对 基本上当时都是 那见面能有什么 见面就是看电影什么的 见面就不聊了是吧 也聊 但聊的少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你是受不了了 对吧 对 我现在主要是 看一下就是 这个情况能不能改变 遇到事 能不能两人 能不能就是做下来 就是好好一起商议 这些事怎么解决 而不是就是自己 去背后去做一些小动作 就是你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 让老师们帮你们看看 有没有改善的方式 是吧 对 我就想来这儿 就是听一下老师的 给我的一些建议 你呢 就是想好好地沟通一下 以后该怎么办 你们都是想 问问这段感情 该怎么办的是吧 对 那你还喜欢他吗 喜欢 喜欢啊 就是你喜欢他什么呢 一个老给你下半子的人 怎么说 有种感觉 感觉 你还喜欢他吗 喜欢 对 你要不喜欢 也不能老给他下半子 是吧 那你回头想那些事 你觉得做的对吗 我也有想过做的不对 但是当时真的 就是一气之下 也想不了那么多 就是你也找不到 其他的方式 对 我只是就是想找点 想找点那种存在感 让他多关注关注 哎呀 这才一年是吧 对 哦 就要存在感了